唐三击败百万年浑兽深海魔金王后 史莱克七怪都得到了怎样的好处 众所周知在唐三击败深海魔金王后 不止唐三获得了非常逆天的好处 就连其余六怪也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深海魔金王作为常年统治海洋的霸克 不仅魂力修炼到了99万年 并且在海洋中是除了海神以外最强大的本代 同样他也是唐三海神九考中最难的一关 唐三为了击败这只百万年浑兽 可谓是拿出了所有的底牌 不过幸亏危难时刻修罗神念及时出处 强行对这只百万年浑兽进行压制 最终唐三凭借唐门顶级暗器菩提雪成功将其抹杀 虽然深海魔金王已经陨落 但他那庞大的能量却遗留在海洋之中 唐三只是吸收了深海魔金王的部分能量 魂力就从96级一举突破到99级巅峰 后续剩余的能量唐三也是毫不吝啬的分享的 其余六怪 首先在老大吸取能量后 魂力从原先的85级一举突破至88级巅峰 再来就是七宝琉璃宗明融融 融融在吸收深海魔金王的能量后 魂力从原先的84级突破至87级巅峰 第三位奥斯卡 奥斯卡在吸收完深海魔金王能量后 魂力由原先的81级突破至85级巅峰 紧接着就是胖子马红俊 马红俊在吸收深海魔金王的能量后 魂力由原先的81级突破至86级巅峰 第五位就是七怪中年级最小的朱竹青 竹青在吸收深海魔金王的能量后 魂力由原先的80级突破至86级巅峰 但小五在吸收深海魔金王的能量后 魂力从75级突破至85级巅峰 整整提升了十几 综合以上来看深海魔金王 简直就是史莱克七怪的经验图 不得不说七怪简直是太幸福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